另外為了爭取修改公債法 來擴增財源 臺中市長胡志強 今天邀請了臺中市的立委坐臺 希望爭取立委協助推動 不過與會的立委則是有不同看法 才剛走進會場 臺中市長胡志強 親自向每位臺中市的立委握手致意 這次大動作邀請立委會面 胡志強坦言有很多事情 要拜託大家協助推動 尤其是關於地方舉債額度的公債法 讓他很在意 胡志強說儘管現在縣市合幣 已經快兩年了 不過公債法卻還躺在財政部 讓臺中市的舉債額度 還是維持在省霞市的標準 許多政策都無法推動 升格有名無時 這會主動邀請立委來會談 綠營有不同解讀 綠營認為認為這是中央和地方的溝通不廉 如果連五都首長 都沒有辦法跟馬英九總統說上話 都沒有辦法跟這個行政團隊爭取 台中市應有的這個預算跟福利 這個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綠營令委認為這是中央和地方的溝通不良引發地方首長反彈 也有人認為胡志強用積極的動作和中央相互抗衡宣示他的政治地位和分量 藍營立委也批評中央 目前縣市升格只是做半套 有升格之名卻無升格之實 那我們已經登大廊變成大學生了 可是我們還在用小學生的課本 還穿小學生的衣服跟鞋子 那顯然就已經很不符合比例 儘管解讀的方式不同 藍綠立委都表示 中央應該更重視地方的聲音 即日前高雄台南市長開炮之後 藍營的地方首長現在也為爭取裁員來槓上中央 藍營建生彭幻群 台中報導